第十三题 利用一滑轮拉动一重物使其等数上升如右图所示 不计滑轮及重量及摩擦力 则甲以丙丁的势力大小下列何者正确 甲是一个动滑轮 所以它出力是物重的二分之一 那么以它斜行的势力 它分解成垂直分力跟水平分力 然后拉到右左边的绳子 这也会有一个拉力 然后它也分解成垂直分力跟水平分力 这两个的垂直分力要等于物重 那么它旁边还有个水平分力 所以呢它事实上比二分之一的物重还要大 但是呢不会等于物重 因为它两个来分摊我们的物重的 那么丙呢是一个定滑轮 它就是等于一个物重 那么丁呢是这样子拉它 拉到绳子就是这样子受力 所以它拉的呢也是一个物重 所以丙跟丁的实力呢都是一个物重 那么乙呢比二分之一物重要大 那么甲呢是出力二分之一的物重 所以呢我们就知道 我们的大小呢是丙跟丁一样 然后呢比乙大 然后呢比甲大 所以呢第十三句我们说 甲乙丙丁的实力大小下列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B 丙等于丁大于乙大于甲 我们下期见了 各方的材料 我们下期见了 谢谢 我们下期见的 嗯 说 有门